中国男性的亚蓬 早前投资失利后签下巨款 随后因没有及时偿还债务 被法院强制执行台币1.7亿元 近日他转战直播市场 亲自直播卖茶叶农产品等 以前跟首次带着妻子 海哈惊喜一同在直播间卖火锅底料 据观看直播的网友透露 夫妻俩一口气直播了12个小时 过程中完全不显皮态 还大方捐出台币110万元 救助桌舟水灾 直播结束后 他还在微博晒出合照 对爱妻甜蜜告白道 秋天的第一顿火锅 要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吃 因为两人直播当天 是李亚鹏前妻王妃的生日 因此有不少网友留言批评 认为如果王妃看到这对夫妇 热闹伴喜宴的样子 他会有怎样的感想 更有人留言提醒李亚鹏 当天是前妻的生日 嘲讽意味十足 不过也有部分网友认为 李亚鹏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没必要再提及前妻的事情呢